文潮格01苏宁抛售爱丽昨天8月30日晚上,苏宁易购亮出了亮丽的半年报,数据显示,2018上半年,苏宁易购营业收入1106.78亿元, 通比增长32.1%,利润总额为59.33亿元,通比增长1822.41%,通比2017上半年,翻了49倍的利润若是招眼球,更细情的是财报上另一句话,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,的净利润为60.03亿元,通比增长1959.41%, 若不考虑出售阿里股份,带来的利润影响,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,的净利润为4.02亿元,通比增长37.95% 关于卖出阿里股份一事,早在今年5月31日,苏宁易购发布过一份公告说明,如下图,公告中说得很清楚,苏宁易购抛售了阿里766万股, 占阿里总股份的0.3%,通过这次出售,苏宁实现净利润为56.01亿元,此次出售后,苏宁持有阿里巴巴集团股份,1316万股, 占其目前总发行股份比例为0.51%,如果口出这部分利润,苏宁易购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,的净利润约为4.02亿元, 同比增长37.95%,换句话说,财报商利润暴涨,1959.41%的量力数据,完全是依靠出售阿里766万股撑起来的, 关键问题来了,苏宁易购抛售只有阿里的股份,一般来说,一个公司抛售另一个公司的股票要么是自身继续用钱,要么是不太好对方公司的发展, 苏宁属于哪一种?本号看来,两种人也应该都有,02大动作平均的苏宁, 的确缺钱苏宁与阿里是交叉持股的两家企业,从公开资料可以看到, 目前苏宁持有阿里0.51%的股份,阿里持有苏宁19.99%股份,阿里对苏宁是战略投资,苏宁对阿里是财务投资,尽管目的有差异, 但两家企业交叉持有股份,可以提到保证双方企业资金流动性,保证资金链运转正常的功效。 换言之,万一发生资金紧张问题,对方就是提款机,2018上半年,对于动作平均的苏宁而言, 资金确实有些紧张,今年开年不久,苏宁将公司名称,由原来的苏宁云商改为苏宁亿购,根据公开财报还可以查到, 今年上半年,苏宁在全国新设了97家子公司,苏宁云商1月30日公告票, 公司计划出资95亿元或者等值港币,购买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, 下车万达商业,3.91%的股份,另外,今年6月,苏宁云购与出资98亿元与恒大地产共同投资, 成立深圳正式恒宁商业发展有限公司,动作平均的苏宁云购资金压力确实比较大, 需要钱,从财报就可以看出,苏宁2018半年报显示,上半年,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为-532.21亿元,同比减少8.14%。 另外,资产负债率同比去年也增加了不少,来源, 苏宁云购2018半年报数据可以看到, 2018上半年资产负债率为52.07%,比上年末增加了5.24个百分点。 在这种情况下,苏宁通过抛售阿里股份来增加现金流,并提升利润就不难理解了。 事实上,为了获取更多信心流,苏宁不止一次抛售阿里股份, 2017年12月11月晚间,苏宁云沙公告的, 公司已完成出售阿里巴巴集团,不超过550万股, 因此,公司收到股票出售价款,可及9.4亿美元, 约合流12.2亿元人民币, 预计可实现金利润约在12.5亿元人民币, 前后两次获取的资金用途都是一样的, 将用于支持公司在渠道拓展, 商品丰富以及科技研发等领具的投资和业务发展, 能够有效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, 有助于公司经营效益的提升, 03亿未来预期不足, 如果说苏宁抛售阿里股份是因为资金紧张, 倒是可以理解,毕竟财报数据摆在那, 但说阿里发展趋近顶部, 估计很多人不理解, 因为阿里最新一季财报非常亮丽, 财报显示,最新一季阿里巴巴收入, 同比大增61%达到809.520亿元人民币, 连续6个季度保持超过55%的高速增长, 核心电商业务收入达691.88亿元, 同比增长同样高达61%, 在电商互联网巨头们营收增分放的分配景下, 阿里巴巴的增幅一支独秀, 但大象起舞总有, 停下来的时候, 不可以否认,阿里与腾讯两大商业帝国, 创造了神话般的速度, 但阿里能否继续保持这种速度增长, 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, 毕竟老对手腾讯更速已经开始放缓了, 最新数据显示, 腾讯上半年半年保, 根据腾讯公布的财报显示, 2018年上半年, 总收入为人民币1472.03亿元, 222.48亿美元, 比去年同期增长39%, 经营盈利为人民币524.99亿元, 79.34亿美元, 比去年同期增长25%, 由于移动游戏与客户端游戏双双下滑, 腾讯二季度利润环比第一季度,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, 毛利环比下降7%, 经营利润环比下降29%, 期内盈利下降22%, 股价方面, 腾讯也走了一波坚定走势, 腾讯H股走势增速放缓的不止腾讯, 谷歌, Facebook, 推特都在放缓, 阿里尽管目前业绩表现依然不错, 但在大的趋势下, 未来的增长空间, 不够有想象力, 阿里美股今年持平的走势, 似乎也在说明着什么, 阿里美股走势尽管这不是苏宁抛售阿里股票的主要原因, 但在苏宁现金流紧张的背景下, 对阿里发展空间预期不足, 或许就是支持苏宁抛售阿里股笨的理由, 阿里婷 第五 F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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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uff